整片玻璃泉碎往房間裡噴 回想起當時的情況 還是不敢置信 人在家裡卻飛來橫貨 住戶黃先生14號才入住 15號就發現窗戶出現裂痕 沒想到他來不及處理 隔天一早突然爆裂 讓他好傻眼 住的還是完工才三年多的 三峽青年住宅 黃先生說窗戶剛好針對車道 萬一整片玻璃往樓下掉 砸中人車後果不堪設想 他和老婆兩個人住 事發後求助管委會 但遲遲等不到廠商來處理 只能在沒有窗戶的房間睡覺 生活相當不方便 因為我其實擋不住那個蟲的這一塊 但因為氣密窗玻璃尺寸 本身就需要定置跟更換 那需要一定的公使 所以我們未免避免影響住戶的使用 那我們也排定 在明日先行做一個拆卸空戶門窗 做一個頂替替補的使用 作為暫時替代的方案 市府回應新北市社會住宅 設備都有一定的品質 這回可能是單純的個案 會在了解原因 專家分析可能是強化玻璃 原本就有些微受損 碰上溫差變化比較大 只有可能會碎裂 但不管什麼原因 明明交屋時沒有異狀 卻在入住三天碰上窗戶碎裂 祝福音心想回到寧靜的生活 只希望市府處理的速度 能再快一點